苦面佛往北门这儿一看 进城的老百姓 排了一个大队 男左女右 城门这儿有军兵检查 哎呀苦面佛一琢磨 我还得接受检查吗 耐住性子 别着急 往往在这时候 容易把好事弄砸了 只要我平安进了城 不同马蜂窝 然后我突然下手 他们做梦也不能想到 青天白日之下 我敢下手接牢反育 想到这儿呢 他紧走几步 站着老百姓后边 他往前一看呢 城门脸这儿 搭了俩席棚 周围拿卢西围着 因为检查的时候 往往要搜身 让别人看着 官知不雅 不管男的女的 带着席棚里头 把衣服脱了 进行检查 他往前排号 排来排去 离这城门就不远了 他一抬头 一看门洞 这放着两把椅子 椅子上坐俩当官的 一个背后背着 冰铁怀抱拐 一个背着 单刀铁拐 他不认得这俩是谁 书中代言 北门之班的是谁呢 正是吴殿章之子 吴晋忠 吴晋孝 因为北门外头 就是明宝山 正好对着 韩君虎的大营 所以比较起来 守这个门的责任 比较大 每一天燕王和田代彪 都派大将在这轮流值班 今天呢 正是吴氏弟兄弟班 他就哥俩往椅子上一座 指挥兴兵 来这搜查行人 出城的 也得受严格检查 不提出充足的理由来 那就当作嫌疑犯 战争年月 不这么严格要求也不行 正这时候 冷然排到面前 当兵的一看 站住 我这和尚你哪来的 奴密图仆 贫僧 我在杭州 灵隐寺来 有证明吗 有有有 苦面佛在刀子里一伸手 把一波戒蝶 拿出来了 这玩意是和尚的正教 往前一地 当兵的接过来看看 嗯 你是杭州灵隐寺的 上这干什么 哦 我大尊进太平府 防我本门户的一个师弟 他出家在御佛寺 这御佛寺真在城里 当兵的看看 先生带什么东西没有 带你这三岁的银两 别无他物 把手取起来 过来一个当兵的 上上下下摸了半天 没摸出别的了 我你扛的那是什么 啊 这是出家人的法器 方便连魂缠 我这 这在这玩意 这这请示请示 五进中 五进校 刚头目的过来 二位将军 这和尚 有一波戒别 身上也没有其他 伪进之物 他这个方便连魂缠 是不允许他扛着 五进中 五进校抬头 把眼光就落到冷人身上 不看此刻 一看两个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别看这哥俩能力不大 经验丰富 一瞅这冷然 满脸横照 这俩眼睛 倍儿亮倍儿亮的 跟两盏灯相似 别看说话挺和气 二目凶光四射 五进中就过来了 把产交给我 他把大产拿过来 用手一跌 十八的 这大产中了价 能有一百来斤吗 看来这和尚 不是当先之位 这不行 得好好问问 我说和尚 你再说一遍 你进太平府 办什么事 找我的师弟 你师弟叫什么 法红 法红 嗯巴巴 我先派人调查调查 要国有此事 就放你进城 要没有这个事 我告诉你 你欺骗国家的官人 最佳三等 在这 我都带到西方里去 这是五进中 五进校精细之处 苦面佛一想 我刚才顺嘴胡说呀 这个庙确实是有 我哪找我这师弟去 他们一调查 肯定得露馅 在这一说 我在这等 我得等到什么时候 现在世间宝贵 刻不容我呢 我着急把我徒弟救出来 再不能等 苦面佛想到这 半脑子一步了 以陀佛 二位施主 赏个方便吧 贫僧乃化外之人 无问世事 你们打仗不打仗 跟贫僧毫无干系 我打算办法我私人的事 为什么还要受刁难呢 能不能让贫僧进城 不行 不行啊 你趁早在庞山里挡着 给他带下去 当兵的过来 一扯这袖子 苦面佛不干的 他也说 既然进城遇上了麻烦 干脆我得无力解决呀 他有心晃 方便连环厂 砍倒七个八个 你想那不行 他就捅了麻风波了 有主意了 他把胳膊一顿 把袖子甩回来 二位呀 你们仔细看看 不认识贫僧吗 啊 五进中看看五进校 五进校看看五进中 得点纳闷 他见你 没见过 你是贵人多忘事 贫僧我不是 苦面佛说着往前一凑合 偷偷的 把右手抬起来 用右手的中指 一同五进中的前心 我不是 崩 把右手一甩 用中指一同五进校的 卡进我 崩 这下考试 这叫点穴法 再看这哥俩 意思大了 当着眼睛 这脖子在那块 是一动不动 中国这武术 奥妙无穷 会点穴的人 可也有 但是不多 很多人没见过 苦面佛 把咱俩点住之后 还乐得 二位想起来了 贫僧进城 去去救回 回头见 回头见 外大部的进了城 当兵的胡顿 怎么这和尚连说带笑的 认得我们这俩头是怎么的 往跟前一凑 怎么一从俩人不动 将军 吴将军 吴将军 再看俩人哈喇子下来 口水流出多长来 脸色也不好看 有个上岁数当兵的 就感觉到事情不妙 过来一推 吴将军 吴将军 你怎么了 你看点穴给点住了 就怕碰 一碰着 一碰着 一活动 血脉 一流通 这人这口气就能还上来 不然的话 非死这不可 吴将军的身子往前一抢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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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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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推一把 又有人推了一把 吴将军 吴将好半天 他缓过这口气 哥俩料亭片刻 脑袋像帮龙骨一样 往这瞅瞅 往那看看 哎 那个和尚呢 那个和尚进城了 啊 哎 糟糕 快 城门紧闭 哥哥兄弟 赶紧禀报大帅 两人说完了 令专人把城门关闭 老百姓也别进城 也别出城了 发脚路飞去送信 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在他们送信的时候 冷然和尚 找到帅俘了 从脚门这他进去了 大摇大摆啊 正好在这巡逻的是谁呢 小挫子薛芳 薛芳挺高兴 把汉堡给抓住了 跟长茂回城交练 满营重将一听说 把仇人抓住 又恨又喜 恨之恨 可以把他杀了 给死者报仇 习之急 长茂和徐芳 这有两下子 他们回来以后 把汉堡捆上 进行了检查 结果在这脑袖子里头 发现个秘密 他这甩脑袖子 这暗器是什么玩意儿呢 长茂这才看清楚 闹了半天 在右手这袖子里头 揣着个皮囊 这皮囊啊 就是用马皮做的 把它翻开 这皮囊口 带松紧的 要套人的脑袋 不费劲 在这缩口的地方 是狼牙刀 也叫圈刀 用一根链子拴着 只要把人脑袋套住 建为一使劲 口一缩紧 就把人头 搁在这皮囊里头 所以他往回一拽 能把脑袋带回去 光剩下尸身的枪子 脑袋就归塌了 然后他手一松 这口一开 可以把脑袋抖了出来 你说这招够多损了 长茂一看 他要不会这种暗器 独木婴父子 也不至于丧命啊 干脆把这种害人的东西 毁了就得了 喝上鱼油 把这皮囊给烧了 这种暗器的名字 就叫血手飞帘 不过汉堡 叫他师父差多了 他师父苦面 佛冷然 身上就带这玩意儿 汉堡是一只手会使 冷然和尚 双手都会使 在这尺寸和距离上 也比他强的多 打这个准劲 也比他高的不少 可这样呢 把血手飞帘这东西烧了 把汉堡就压到 帅府的跨院 君臣坐在一起 商量怎么处置 有人提 等把汉堅虎抓住 把这爷俩一块整死 给死者寄灵 有的怕有变化 干脆抓一个 撒一个 何必操得一块 议论分 本期说不一 有的主张 还得寄电会 得隆重一点 把死者的灵鹫摆好了 就在灵前 把汉堡这小子 开膛破度 口眼挖心 出什么主意都有 就派徐方在院里巡逻 徐方高兴 这什么地方 现在老汉也没好东西 这小崽子 把他整死 我先出口气 嗯 我已经跟燕王商议过了 这暴刀的就是我 我好好解解 他来回正转圈 冷不停地抬头 嗯 谁看进来个和尚 又胖又大 扛着方便连关铲 往这儿瞅 往那儿看 徐方也不知道他是谁 往前紧走两步 站住 和尚 找谁啊 罗弥陀佛 冷然和尚 一看对面站个小个 哦 最后可不小了 胡子都有白的了 贫僧我找个人啊 找谁 有一人姓韩叫韩宝 是不是在这儿 啊 把徐方吓得倒吸了口冷气 登登登 退了几步 我和尚你是谁 贫僧 自幼出家在杭州邻隐寺 我的法号冷然辨识 韩宝 那是我的徒儿 我打算见他一面 徐方耳朵早就有耳闻 知道这韩宝是冷然的徒弟 今天一看他老师来了 而且来得这么徒然 光天化日 他敢大摇大摆的进帅府 你说这和尚胆子有多大 徐方想的这儿 有气又怕 赶紧吩咐军兵 去快收信 军兵从脚门到帅府去送信 徐方 伸手把冰铁鸳鸯棒拽出来 两顶棒就往一块一碰 我说和尚 你吃了凶心艳的 豹子打了吧 不错 韩宝市在这儿 他是国家的药犯 杀人的凶手 把他抓住 有名正贬心 管你这当师父是怎么当的 西不文 子不教乃父之过 要不言乃师之作 天地君心师 师徒徒父子 你徒弟不是东西 你这老师也不是玩意儿 你还跑到这大阎不散来找你徒弟来 这还了得 你眼里还有王法没有 来 把这妖风给我拿下 亲兵卫队 胡拉筹望上一床各大刀枪和绳索 奔冷然就来了 冷然心里头明白 我现在立在树栈 不能耽搁 时间一长 他人一来齐了 我不好办了 我武艺再高 双拳难敌四手 而且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 就见冷然 把日月方便 连魂铲 他这一转圈 当兵的趴起十二个 腿断胳膊舌 刀枪也飞了 那啥哪长得住他去 老和尚早微风 奔徐芳就来了 徐芳一看不好 晃鸳鸯棒就动了手了 也就是切不可照面 又见这大和尚一伸手 把徐芳的腰带子给抓住了 忘怀了一裸 望空中一揉 你给我起来 把我摔死 那个小子 徐芳乐子大了 脸朝天 几倍朝下 四腿登天 哎呀呀呀呀呀 别摔呀 别摔 徐芳干什么呢 希望他摔 他嘴还这么寒 要一摔 他就得了活命了 不摔 落得人手就完了 苦面佛夫日的徐芳这个坏劲 果然上了当子 一看旁边有块调食 对准调食 就把他扔下来了 脑袋真碰调食上 脑筋崩裂 徐芳有能耐 在脑袋里的调食 还有二十多元 使了个金刚 铁板桥 又叫钥子翻身 呸 一个根子 脑瓜朝上 双腿飘地 啊 没摔到 说了个没摔到 徐芳 发脑就跑 松心 再说苦面佛 冷然一想 不好啊 一会儿他们的冤兵就得赶到 我得利用这个机会 快把我徒弟救出来 可我徒弟在哪压着呢 这么多的房间 大海摸着一样 他想了个蠢招 这冷然就喊开了 汉堡 托儿 宝儿 你在哪里 汉堡 你在哪呢 为师在此 这和尚这伤还真大 一插着饼方 都能拼出二里地去 这就叫不巧不成书 汉堡 就在这院子 这后院压着 这不是监狱 是临时的空房子 把它锁在这 你看门上上这锁 有几十名军兵看着 还有徐芳领队 这可以说万无一失 可哪知道余生这么个冷人 咱们单说这汉堡 身上带着三大件的行律 在空房里坐着 汉堡哭的眼睛都肚了 毕竟他是个年轻的孩子 汉堡心里说话 完了 我算彻底完了 跟我娘也见不着了 跟我爹也见不着了 哎呀 我怎么就叫茶袜 把我抓住了 而且还胡了八兔 我要早知如此 我怎么不先下手呢 看来我经验还不丰富啊 假如说我要能得着活命 往后我就可以有了经验了 还是也完了 我师父我也见不着了 他是哭天抹泪 由于乏累 他哭了半天 他睡着了 正在迷迷糊糊 这时候 他就好像听见有人叫他 他一摸了 把眼睛睁开 哎呀 错了 哪能有人叫我 这是我做梦啊 师父啊 见不着了 汉堡徒儿 为师在此 你在哪呢 是有人叫我 汉堡不愣一声 在屋就站起来 那窗户高 腿点够不着 瞧着脚 他就喊开了 师父 我在这儿呢 师父啊 我在这儿 快救我 他这一喊 冷然也听见了 哎呦 不愿啊 他单手压 方便连魂蝉 走来走去 找到空房这儿 宝儿 你在何处 师父 我就在这屋呢 快点救我 这大和尚也激烈了 把方便连魂蝉举起来 三蝉 把门披倒了 进了空房一看 可不是吗 汉堡带着手捧 砸着脚料 脖子上系着法绳 法剂烹松 面目也不好看 冷战一看 徒弟过去 把他抱住了 好让你受苦了 师父 难道我做梦不成 并非如此 威尸确实来救你了 快随我走 师父 您带了多少军队 就是威尸一人 啊 那怎么能行啊 就您一个人能把我救走 废话少说 快给我走 师父 带着这番不放的 孩子 你咬着点牙 我把他给你掰掉 哎 说说掰不容易 弄不好 把手摸在这上舌头 这冷战好不容易 我把手捧着 给他掰掉了 还没等砸这脚料子 就去外面开了锅了 别让大和尚朋友 把他包围 韩宝一听人家军队来了 面容更色 师父 看来咱爷俩出不去了 孩子你放心吧 为师嫂把生死二次 支支度外 来 我背着你往外床